曾经有一个教授给他的学生出了一道考题 说如果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了 她已经生了八个孩子了 其中有三个是耳朵聋的 两个眼睛瞎的 一个智能不足 而这个女人悄悄又怀孕了 请问你建议她堕胎吗 学生刚要回答 教授制止了她 又问她 你在听我第二个问题 现在要选举一名领袖 而你的这一票是最关键的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 这个三个被选领袖的事实 候选人第一 他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来往 而且他会心向占卜学 他有婚外情 他是个老烟墙 每天喝八到十杯的马丁尼 候选人之二 他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 他每一天睡觉 基本上睡到中午才起来 大学的时候还吸食过鸦片 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 夸特的威士忌 候选人第三 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 不吃肉食主义者 他不抽烟 只偶尔的喝一点啤酒 从没有发生过婚外情 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选择谁 学生马上把答案写在了字上 然后教授看了之后告诉他 候选人一 那是弗兰克林 罗斯福 候选人二 是温斯顿丘吉尔 候选人三 是阿道夫希特勒 学生听了之后 张大了嘴巴 教授问他 你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 那么你现在还会 还会建议那个父女去堕胎吗 学生说 这个问题不要考虑了吧 我们懂得优生优学的教育了吗 这位女士已经生了这么多 非正常的儿童 你就别让她再添乱了 学生建议她堕胎 教授告诉她 那么你杀死了贝多芬 她就是贝多芬的母亲 学生又一次张大了嘴巴 教授说 吓一跳吧 本来你认为很好的答案 结果你却扼杀了贝多芬 创造了希特勒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到 人间的真相和真谛 佛说的四圣地 苦极灭道 就是让我们知道 无常和懂得因果 台长继续跟你们讲下去 有一艘游轮遭遇到海难 船上有一对夫妻 好不容易来到一艘救生艇的前面 艇上就有一个位置 这时候男人却把女人推向身后 独自上了救生艇 女人在渐渐沉默的大海上 向男人喊了一句话 讲到这里 教授问学生 你猜这个女人 她会喊什么话呢 学生情绪激奋地说 一定是说 我恨你 我瞎了眼了 教授说 女人喊了一句说 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轮船渐渐地沉默了 男人回到了家乡 独自带大女儿 被村里的人叫骂 多年后 男人病故 他自己的女儿 在城里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 原来 父亲和母亲乘坐游轮时 母亲已经患上了绝症 关键的时候 父亲冲向了那唯一的生机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多想和你一起 乘入海底 可我不能 我为了女儿 我只能让你一个人 长眠在生生的海底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世间的善和恶 对与错 情况 错综复杂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根本分辨不出 什么是对 什么错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以为对的 实际上你是错了 以为是错的 实际上你是对的 三十年前你认为对的事情 可能你现在觉得是错的 可能你今天认为是对的事情 可能几十年之后又是错了 学博人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 来思考事物 轻易做出判断 不要用今天的现状 你去判断任何人的未来 包括你自己呀 事情都有因果 只有用佛的般若智慧 你才能看破放下 认识今天自己的错 你才能迎来明天的正确观 明天的正确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正确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正确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